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異國天晴引路人系列講座 那這次介紹的是我們的南部溯溪 是我們的沙漠溪 那沙漠溪又稱海神宮喔 我們海神宮名字這麼酷炫 我們等一下才看一下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溯溪路線 好 我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是引路人系列 引路人是一個戶外團隊 跟這個晴天旅遊做這個合作 那我們這是可以產生出怎麼樣的火花 就是所謂的戶外系列 那晴天旅遊就是終於發展了戶外 那這是蹦出的火花 有什麼呢 我們有溯溪潛水 這些青年壯年的不老系列 大家看一下目前已經開發的 我們已經開發的有這個水沸潛水 還有這個我們的北部南部溯溪 那這個戶外跟晴天合起來 簡稱引路人系列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引路人系列 原因是因為台灣有非常多人熱愛戶外運動 好 那溯溪的好處呢 我們必須要做怎麼樣 人啊就是要休息 那要休息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第一個睡覺 或是怎麼樣 戶外走走 那我們常常出去走走都是走馬看花 但是現在怎麼樣 我們可以再進入深層次的旅遊 深入台灣怎麼做呢 溯溪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方式 因為溯溪跟登山很像 溯溪可以怎麼樣 我們可以深入山林 人家常常叫我用一句話來說明什麼是溯溪 其實啊也就是爬山啊 只是在溪裡面爬山 那這個感覺是怎麼樣 我不會像登山一樣這麼熱 因為我的腳就泡得冰水 我太熱我就泡下去全身好涼好舒服 第二個是說我的汗比較不會流這麼多 因為我的溯溪時啊 我們就可以防止這個水分膳食 因為我的腳就在水裡面 汗就不會一直噴出來 我就不會那麼想要一直喝水 也不會說這麼累 所以溯溪是一個我覺得 比登山更好玩的運動 而且它同樣可以深入山林 好那再加上我們在這個攀爬的時候啊 跳水的時候 就會那種突破的感覺 那突破的感覺 就可以怎麼樣 再帶到我們生活之中 工作之中都可以相信也有這個突破的可能 再來我們可以帶朋友一起出來玩啊 可以怎麼樣 加深感情 創造回憶啊 比如說我跟這個朋友很不熟 我救他去溯溪 溯溪完溪 當場變成好兄弟好麻吉 因為我們在這個溯溪有很多的互助 比如說我說 朋友手伸給我 哇他手伸出來這個救命的一抓 他對我的吸嫩感就加深了 所以在這個溯溪時啊 我們都可以說是加深這個友誼的良藥 因為我們大家都不會當低頭主嘛 沒有人會把手機帶到溪裡面去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溯溪 最後一個好處是什麼 新鮮空氣 超多的樹 超多的乾淨的溪流 這個空氣沒有比這邊更新鮮 分多溪非常的豐富 再來這個水啊 清涼舒服 但又不會太平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穿著防寒衣 這個先進的感受 這就是溯溪帶給我們的好處 好 那因為台灣的溪流長這個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確認說 欸 原來台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美妙的溯溪路線 是因為台灣是一個島國 那再加上又中央山脈的這個溶起嘛 所以導致這個溪流有上千個溪段 可以進行溯溪 所以我們跟大家介紹的溯溪點是 鳳毛菱角 因為有很多的地點又更好玩 只是我們先從初級的開始 希望大家初級體驗完之後 可以跟引路人一起到這個更高級的地方 來做這個進階的溯溪體驗 好 這次跟大家介紹海神宮 海神宮為什麼那麼酷炫呢 這個名字到底怎麼來的呢 好 不可不知的知識跟大家介紹 好 海神宮的這個 我們這次溯溪的終點呢 是這個叫戴兒納神池的地方 那為什麼他叫戴兒納神池呢 戴兒納就是這個女神的名字 那這個女神呢 她是有一個古老的排灣族傳說 說這個女神常常在這個浴池裡面呢 這個母浴 就是很很美的這個背影的感覺 好 那所以這個海神呢 就很想要來一堵風采這樣子 那海神在海裡面 這個 這個海神宮這個地點呢 戴兒納神池又在溪裡面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過來 必須要創造一條水路 所以海神就不惜把海淹過來 把這個 創造一條水路過來看這個女神洗澡啊 感覺怪怪的 那 這個 這個導致這個舉動啊 讓山神就很生氣啦 海神跟山神大戰起來 有沒有像復仇者聯盟呢 山神呢 他不是靠自己啦 他是麻煩這個另外一個神 叫太陽神 那太陽神他就怎麼樣 請太陽神把這個海水給 淹過來的海水給蒸發掉 最後終於被蒸發掉 海神就被趕回去了 那因為海神為了這個女神不惜呢 這個衝過來這個 這個台灣裡面去看這個女神 這個 這個東西呢 可能因此得美妙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海神宮了 對 海神都想要來的一個宮殿的感覺 非常的這個神話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戴兒納神池呢 戴兒納神池它這個地方非常的美妙 為什麼那麼美妙 是因為 它這個地方就像是這個 所謂的日式澡堂 天然的 而且又很大 那很大在裡面洗澡洗洗 那洗澡水就像這樣子 從這邊流下去 那這個感覺就是美妙的一幅畫 那這個地方戴兒納神池 水質非常的清澈 基本上清澈見底喔 很深但看的到底 所以大家在這邊跳水都非常的這個快樂 非常的開心 好 那海神宮在上游又有什麼呢 還有海神瀑布跟文立瀑布 這兩個瀑布 那這兩個瀑布 那這兩個瀑布雖然這次溯溪是不會到達呢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了解它的人文背景喔 這間文立瀑布呢 這個是在更上游更漂亮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呢 就是要更專業的溯溪才能夠上來 那這次沒有到達 沒關係 未來還有機會 好 再來是這個 我們會跟客戶介紹這個自然生態 在這條海神宮沙漠溪的地方呢 旁邊這是樹林林立喔 那很容易就遇到這個所謂的台灣蜜猴 那台灣蜜猴呢 當然有可能遇到我們就跟客戶做這個解說 那台灣蜜猴現在是不是寶育類動物 給大家猜測一下 好 三秒鐘後公佈答案 好 公佈答案 公佈答案呢 答案現在是 它已經不是寶育類動物囉 它已經不是寶育類動物 可以跟客戶做這個互動 感覺這個客戶會覺得更開心喔 這就是我們教練獨有的這個 這個跟客戶互動的一個能力喔 好 那我們有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海神宮坐落的地方是青山部落旁邊 那青山部落就是排灣族啊 那現在有混一些魯凱族 在這個其中喔 對那這個部落呢 就在塑期結束之後 大家也可以就是自行 就是前往就是做這個觀光啊 好 海神宮的特色有哪些呢 好 這個我們一定會玩到的 就是剛剛這個女神澡堂旁邊的這個水流啦 我們可以像這個被女神沖洗完 然後就從這裡滑下來的感覺一樣 好 那滑下來這個小型滑鋪呢 這個是一個一公尺高的小型瀑布 那大家注意到這個水流是非常的滑順 滑順到哇這個就完全不會有 這個撞傷磨傷都不會有喔 那在滑下來之後呢 下面又這個教練在下面介護 水深又不深 這也是這個大家津津樂道的一個玩樂地點 好 大家看一下另外一個視角 這個大概就一公尺高 好 再來呢 海神宮呢 一定可以游泳啦 我們可以當海神來這邊游泳一下 沙漠溪的這個溪流很寬喔 很多地方都適合游泳 那不會游泳的朋友有福啦 我們這邊的教練呢 就一定會帶大家做這個游泳 然後教大家一些 可能是一般會游泳的人也不一定會的什麼 叫做可能水中自救法啊等等的 來跟大家做一些科普 那這邊游泳呢 不會游泳怎麼樣 我穿全身的救生衣 我一定可以放膽去游啦 放膽去游泳的話 我如果覺得我原本有點怕水 變得稍微不怕了一點 這種突破感呢 會讓你有這個覺得很大的成就感 因為畢竟我們長大之後 就是很難真的就再去請個教練來教你游泳嘛 那在這邊學習的話會非常的愉快 因為我們很安全有很多裝備 這邊可以非常愉快的游泳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這個很棒的重點啦 這個叫做SPA滑水道 我們從這個地方滑下來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呢 這邊不只是一般的滑順的滑水道 左右兩旁呢 就是有這個很像洗車一般 就是不斷源源不絕的水流呢 這個天然地形讓我下來的時候也 這個不只是滑下來 我上半身也是有被沖洗到的感覺 那這個SPA下來滑水道啊 大家都覺得怎麼樣 我下來還想要再上去再一直玩一直玩 因為這個地形真的是全台灣難得少見的一個地段 滑下來就這麼開心 好 OK 再來呢 有那麼多升潭一定要進行漂流啦 好 我們來進行漂流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穿著舊成衣第一個非常安全 第二個呢全身泡在水裡 仰望天空 感覺怎麼樣 超讚的 上面並不是說很熱的大太陽 是偶爾有一些樹幫你稍微遮蔽一些陽光 所以陰陰 然後但是又有點陽光滲透下來的感覺 非常的愉快 好 大家可以一起看天空 一起看天空的話 怎麼樣 就可以 大家可以聊聊天 在這個漂浮在水上 然後大家 緊密的這個勾在一起 這個同心圓在玩樂的時候 因為有人鬆開後 這個圓就潰散了嘛 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會 互相的就是勾著 那勾著就可以進行聊天啊 大家就會很開心啊 很愉快 講一些心理話等等的 好 來 海神公已經要怎麼樣 跳到女神的浴池裡面玩水一下 好 我們這樣跳下去 我們可以注意到呢 花式跳法都很多啊 我可以這樣跳 我可以那樣跳 當然我們會教客戶這個 最安全的這個跳法啦 那如果教練在現場 你如果從來沒有跳過水的人 你就可以有福齁 我們可以第一次跳水 就在這邊進行 跳到女神的浴池裡面 非常的愉快 好 像這個地方也可以進行跳水 好 我們連外國人都會跟引路人 一起來看他溯息呢 好 再來我們也會跟各位貴賓 進行文化解說 好 像剛剛那些人文歷史啊 在現場的這個領隊呢 可以幫你們介紹得更盡善盡美 讓你們更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 還有當地可能遇到一些 可能黃色的蝴蝶啊 其他的一些人文生態啊 還有一些奇怪的野果啊 果子啊 這些都可以 這個一個教練來做說明 好 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餐食 我們餐食呢 提供了這個美味午餐 好 我們當然就是也會幫您準備餐具 所以您真的是人來就好 一路包到好 好 我們這個地方會提供可能是 義大利香飯啊 或是可能大鍋麵啊 好 美味的餐點都有可能 我們就是盡期期待 好 我們來看一下跟一路人出來玩過的這些貴賓呢 都有什麼樣的回饋喔 好 那這位貴賓陳小姐呢 他就覺得防寒衣很熱嘛 很熱的話會怎麼樣 就很想脫掉啊 就說他幹嘛穿那麼熱啊 但想不到呢 他一下到冰水裡面 他覺得喔 教練說的真的太對了 他原本以為那些 可能網路美少女啊 可能穿著可能很清涼 是因為怎麼樣 其實他們都是拍照的時候 才把防寒衣脫掉 因為吸水基本上 還是有一定的這個冰冷的程度喔 對 所以基本上 防寒衣我們是一定會讓客戶穿起來的 好 這個任先生呢 他之前腳受傷 所以呢 他一直很想要塑吸 但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就是不敢去太高難度 又怕這個 舊傷復發嘛 所以呢 他就跟引路人來進行塑吸 然後引路人幫他挑選的這個 這個 塑吸路線呢 就非常適合他這個 有點受傷的角 因為我們挑選的路線 第一個一定是安全 第二個一定說 不強迫走這個高難度的一些 可能爬石頭啊 或是可能 鍍一些盒啊 因為我們都會 選擇這個 有其他備用路線的一個 塑吸地點 所以就算我不走這些高難度的 我也可以 繞旁邊的其他的小路 來做這個 過關的部分 所以 這個任先生就很感謝 引路人呢 來就是幫他安排了一個 欸 腳受傷也可以走的地點喔 所以 連腳受傷都可以走的地點呢 是不是 老少就很嫌疑 所以 歡迎大家來跟引路人一起遊玩 好 這個朱先生呢 朱先生他第一次跟引路人的塑吸 就是他這輩子第一次塑吸喔 所以 他第一次參加塑吸的時候呢 他就 完全的愛上了這個活動 就一直 一直問引路人 啊 下一次活動就一直報名 一直報名 然後他就是 達成了我們所謂的這個 就是連續報名三次的成就喔 對 那每次都帶不同的朋友來玩 這是 非常的愉快 每次滿載而歸回憶喔 對 那他現在呢 也就是 也越來越熟悉 那說不定接下來 可能會變成更進捷的玩家 也說不定 好 那這個是貴賓趙小姐 他是一位非常愛拍照的女孩子喔 那我對他印象非常深刻 那深刻的關係是說 他覺得塑吸怎麼樣 到處怎麼拍都是美景喔 所以 你 如果稍微學過攝影的人 會覺得這個地方 真是攝影的寶地啊 那在這邊 攝影真是非常的愉快 每次回去都會一直重複的觀看這個相簿的照片 好不愉快 好 那誰適合來這個 晴天 這個 南部溯溪引路人系列呢 當然是 中南部的這個 晴天的貴賓啦 好 在上次北部溯溪上架之後呢 大家都在想說 啊 南部有沒有也一樣好玩的溪啊 這一次我們不負眾望呢 就幫大家開發了這條海神宮的路線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的報名喔 好 再來 想突破最誰恐懼的人呢 來這邊游泳就對了 因為你全副武裝又有教練 非常安全 好 再來 是三五好友 各兩好姐妹淘 非常適合成群結隊 一起來這個溯溪活動 第一個 加深感情 然後拍很多的照片 然後在這個 很多的互助的行為 都會有很多的茶餘飯後的一些回憶啊 好 在員工團隊內訓 跟這個親子關係打造 這是我們常常接到很多的這個團體客人喔 那這個在老闆的這個指示之下 我們會帶入一些 比如說可能體驗教育呢 跟這個家庭教育的部分 來把它淺移默化給這個 我們來參加的貴賓 那導致回去呢 就會有可能不錯的這個 對更尊敬爸媽 或是更這個 團隊合作更 更這個更加豐碩的一個成果 好 那再來是員工旅遊啦 員工旅遊一群人大家開始出遊 那 中馬看花 住個兩天一夜 不一定那麼好玩 可能會喝酒什麼的 但是在這個溯西呢 就完全不一樣啦 員工旅遊大家就是 在戰場上大家一起打拼 這一次我們深入這個溯西戰場 那大家又是另外一種打拼 可能會產生更多的這個 這個更多好玩的故事喔 好 全家旅遊大家庭小家庭都非常適合 來參加團體的這個活動 好 情侶踏勤更適合啦 男生展現男子氣概 然後女生呢 可能誒說不定很厲害 反而保護男生也是有可能喔 好 再來是老夫老妻 如果說老夫老妻一起來這個溯西呢 會覺得誒 我好像變年輕了 那這個西段又非常的安全 我們常常看到可能七八十歲的老人 都也來進行這個登山溯西 所以呢在這邊 如果說老夫老妻來參加是 第一個很安全 第二個 我們可以完全的去享受在其中 第一個我們有教練 再來是我們有所謂的這個拍照啊 很跳水的一些活動 都可以讓他自由選擇 好 那怎麼到達海參宮呢 好 我們會先跟各位貴賓呢 約在這個 我們所謂的7-11三多利門市 在這個屏東縣九爐鄉 這個 我們的國道3號九爐交流道口這邊 好 在這個附近交流道口 那在這裡集合呢 我們可以做一些補給啊 買早餐的動作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跟隨教練車 就開著自己的車 跟著教練一起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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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到我們這個海參宮的停車點 這個路程大概三四十分鐘 早餐買在車上吃 也是完全有時間消化的 那為什麼要在約在這邊跟車 是因為這邊這附近呢 這個網路就會有點失靈喔 尤其是到這個海參宮停車場這邊呢 會網路基本上就不能用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會 直接請客戶跟我們的車子 那一路到跟景 跟到這個 部落裡面的這個海參宮停車場 好 那行程說明 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時間表 我們8點半在7-11集合之後 大約9點就抵達海參宮的這個 這個停車場 那停車場之後 我們就開始 這個教練就會帶大家 穿裝備啊 裝備解說 安全說明 然後進行暖身 那暖身完這個過程 經過半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索吸 好 那索吸開始 我們就會玩 剛剛看到的租物巷的活動 那進行很多的照片拍攝 那照片拍攝的話呢 我們是用這個 這個 所謂的這個叫做 防水相機 防水相機的話 這個高畫質呢 叫做TG6的相機 可以幫大家拍出很美妙的照片 大家剛剛看到高畫質的照片 很多都是這台相機拍出來的 那再來的話 剛剛各位沒有看到的是說 其實索吸一定要有怎麼樣 影片 那我們就是用GoPro 來幫大家做拍攝 那這個影片呢 照片我們都會全部的 就是把所有的元檔傳給各位貴賓 讓貴賓可以做這個永久的保存 OK 常見問題 不會游泳可不可以的索吸呢 當然是可以啦 因為我們有全副武裝的這個裝備 那再加上這個最專業的教練在旁邊借戶 再加上這個西裝又非常的安全 那當然非常適合不會游泳的朋友來參加索吸 好 索吸要穿著怎麼樣的衣服呢 第一個我們也是穿著泳衣穿在裡面 然後再出門 然後再穿上這個教練的這個防寒衣 那把泳衣穿在裡面再穿這個防寒衣之後 再穿上這個索吸鞋 再戴上頭盔還有救生衣 好 那穿著這些衣服呢 我們當然是建議就是 各位這個索吸鞋裡面呢 不一定要穿這個襪子 好 那女生如果不巧遇到驚奇可不可以索吸呢 當然是可以的喔 因為我們通常會使用這個建議客戶使用棉條 那棉條這個我們根據索吸紀念下來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只要不是第一天或是量特別多的日子 基本上都是完全可以索吸的喔 好 索吸會不會很容易滑倒呢 好 基本上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會帶各位穿上這個高級的索吸鞋呢 是這個長筒的 那長筒塑吸鞋呢 這邊我們 除了可以保護腳踝之外 我們這個底部使用菜瓜布的這個底部 然後沒有釘子的 那在這個防滑之下 我們對青苔啊 對沾上水的石頭啊 我們都會產生防滑的效果 所以大家走路會異常的穩喔 只要你敢走 它就可以防你撐得住喔 好 那近似的血緣該怎麼做呢 一定要配戴眼鏡 因為你如果看不清楚的話 是不是就很容易跌倒呢 那如果戴眼鏡 那又害怕掉怎麼辦啊 第一個就是戴隱形眼鏡 如果不會戴隱形眼鏡的朋友 我們就只能怎麼做 就是把這個運動 運動這個橡膠的部分把它掛在耳後 或是後面繞一圈 就是那個運動環 把那個運動眼鏡把它戴在這個眼鏡上面 會比較建議 好 一般眼鏡像我這種是不建議的喔 好 那今天這個就是說明這個 南部海神宮塑溪 是引路人系列 那也歡迎大家來踴躍參加 那這次的異國天庭講座就到這邊 那你下次再見